謝霆鋒的內地飲食節目12度風味 先後都請過不少巨星做嘉賓 繼范冰冰、Angela Baby 和趙薇都試過霆鋒的手勢之後 今次就輪到張家輝有食神了 日前早11點多他們就踏入九龍城街市 拍攝節目兩大影帝 為了吸引更多的食客 今次不惜打爛男神的金漆招牌 由盈藍降叻做醜男 雖然霆鋒近期的村洞路底爛牛再次成為熱話 只不過他今次就不行狡猾 改大70年代涼白的假髮和懷舊烏鷹鏡 十足十一個昂板的披頭四 而家輝更加不用說 豁出去戴上假哨牙和老土眼鏡 變身成為見牙不見眼的爆肌牙刷鬍 笑聲傳遍整個街市 等一行十幾人的攝製隊走入街市後 先去到菜檔選菜 難得兩大男神大駕光臨 老闆娘落足嘴頭黑銷都不止 還抓緊家輝手不放 噴死其他女街坊 之後他們再去到魚檔選美麗海鮮 對於海鮮有要求的亭風 即時變身嚴絲冠 在魚檔左選右選 還拿起一隻花蟹檢查他的新鮮程度 最後埋單選了一塊銀雪魚片 來到最後一站就是街市對面的水果店 選完美麗水果 就收隊回去正式下廚炮製狗大鬼 再見啦 再見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